小吴的房子在杭州桃园春居 90多平米的二手房 2016年买来 花了180多万 这个小区1995年建的 小吴说 房子买来后一直在出租 在2018年的时候 租客就反映过卫生间漏水 卫生间隔壁式卧室 当时整面墙都受到了影响 楼上的邻居 把漏水问题处理好后 他重新刷了一遍墙 最近这几年 他自己住了进来 发现漏水的问题 还没有彻底解决 小吴说 楼上的格局跟他家一样 最近这几年 只要楼上一洗澡 他家就有反应 因为漏水的问题 隔壁卧室的这堵墙 一直在掉皮脱落 还出现了发霉的情况 现在基本上不住人了 记者采访时 卫生间已经因为漏水断电 小吴说楼上的房子是租属去的 他之前跟中介和租客沟通过 租客先就是先少一点使用 洗完之后先用脸盆 接着水 这样就是会稍微少一点 中介是愿意修的 并且给予了报价一千块 但是房东拒绝维修 他说他要自己找人来修 记者联系上了楼上的房东 徐先生 他表示中介给的方案 没法彻底解决问题 我的维修方法是有问题的 他只是给我打了很薄的一层灌枪 过个两三个月可能就是又出问题的 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把电门 你去我楼下的人 我随便给他修一下 继续漏 他也不要扫我的 这里也跟您说一下 就是千万不要去找那种 网上什么那些不漏帮那种 什么注胶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找专业一点的好吧 有的他过来之后 然后跟你说用了什么注胶 多少斤多少斤到时候 给你搞个几万块钱没必要 小心一点 徐先生说 先把漏水的问题彻底解决 再来核算小吴家楼下的损失 到时候大家再做进一步的协商 小吴表示同意 188红剑记者报道